病毒的部分 我们从它的特性 它的构造 跟它的传染感染的过程都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讲 我要怎么治疗病毒性的感染 以及如何预防 先来看看治疗的方式 这边有几个大项 第一项就是 一般你去诊所 最常看到的方式 就是给你减轻症状的药 这叫症状药 头痛给你止痛剂 发炎给你消炎药 发烧给你退烧药 让你舒服而已 因为主要还是靠你的免疫系统 去把病毒消灭掉 这是最常见的 因为这些病毒通常都比较无害 但如果今天这个病毒的造成的危害 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就会考虑使用真的比较贵的药 比如说干老素 干老素我们还没教 干老素是一群会抑制细胞 被病毒感染的物质 你身上本来就会分泌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 萃取出来当中药物使用 另外如果你今天得的是流感 流感有可能有严重的必发症 如果你的病情够严重 医生就会考虑开克流感给你 克流感就是抑制病毒感染细胞的药物 这是我们对于细菌性疾病的治疗方式 但因为最近几年的COVID-19的感染 就会有很多跟SARS-CoV-2的病毒 治疗有关的药物 你在新闻中看到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观念 回到前面的病毒感染 如果病毒感染从它的入侵 被受体侦测 入侵然后板子 然后组装什么等等 你只要这个药物 可以抑制你的受体跟它的结合 抑制它的入侵 抑制它的代谢 抑制它侵入到你的细胞核 抑制它转入转硬 抑制它组装出蛋白质外壳 抑制它离开 抑制它出芽 都可以抑制病毒的反应 都是抗病毒药物 所以抗病毒药物 不会只有一两种 它有很多个入侵都可以防止 只是各药层在开发的时候 有些药物很有效 有些药物的作用 效果没那么好 就变成你要去选 效果比较好的 也要经过人体实验安全 才能上市 以上这是病毒性的治疗药物 如果今天我们不要做治疗 而是说预防 在医疗上面的唯一预防方式 就是疫苗 我要强调是在医疗手段上 因为有人说预防疾病还不简单 就是保持良好的身心 健康的身心 常做运动 吃健康的食品 对 但是在医疗手段上 唯一可以预防疾病的方式 就是疫苗 就是人类在疫苗的发展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以上这是病毒性疾病的治疗 与疫苗的那个内容